米洛提琪 左与波提斯 资料照 美联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在陷入的十连败在球云惨物之后 芝加哥公牛队总算波云见日 近11场比赛中取得9胜2败的夹击 正中常人米洛提琪 Nikola Myrotic在受访时表示 他与之前发生冲突的队友波提斯 Bobby Portease和姐 应该为球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正能量 10月中旬在球队训练时 两人爆发冲突 当时波提斯朝米洛提琪脸部挥拳 造成米洛提琪脑震荡 脸部骨折 肇事者也因此遭到竞赛八场 波提斯曾在媒体上公开致歉 但后者则坚持不接受道歉 并公开放话有波提斯就没有他 不过上个月底 两人终于破冰 米洛提琪曾表示自己已接受波提斯的道歉 米洛提琪 左 波提斯破冰 为公牛守住胜利 资料罩 美联社 商辅归队后 米洛提琪场军25 5分钟 贡献17 2分7 6个蓝板 三项数据都创下他职业生涯的新高 我认为和解真的很重要 米洛提琪说 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没有这样做的话 其他人不知道我们要怎样相处 那段时期对于我们两个都非常艰难 不过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们处理的很不错也都尽量保持专业 而这对于其他队友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 米洛提琪继续说因为我们尝试去和解将所有事情回归到场上 对于我还有我的队友们来说都非常棒 米洛提琪最后也表示 他认为公牛目前的状态很不错 现在只要等到因为佐西前十字热带撕裂商灌篮网拉文 Zack Lavoyne 商辅归队公牛绝对会变得非常有竞争力